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赌博研究所 继续和大家来讲回 未来4月6日星期四跑马地赛马日的赛事 今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单叫一枪过 和大家买两只马匹 至于今次我们买到的场合 就是这一场的第五场 这一场第五场 就是我们的三班草利A难1650位的赛事 在今场马上 马不算是太多 有10匹马 而在这10匹马里 我们就会选择2匹 今场马有2匹马 特别是想选择的 而今次我们第一只会选择的马匹是哪一只呢 第一只会选择的 其实就想选择这一只 由潘断骑的5号二进来试一试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一只二进来买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只二进的赛事 其实这一只二进在今季的成绩 不算是太理想的 大家看到这一只二进 其实今季都跑了很多场的赛事 已经跑了7场的赛事 而在这7场里面 他都不断跑那些跑马 你存到1650米的赛事 已经不断跑了 但是他成绩方面 不算是太好的 跑了7场了 但是一win都没试过赢得到 那这一批马 在今季一win都没赢过 还要最近懒得抽筋 整个29倍马 独赢有29倍 都很懒一下 但是为什么未来这一场 我们仍然会选择这些马 这些马看上来 都好像 不是这么大机会 是吧 原因就是 我认为这一只二进 虽然最近懒 虽然今季的成绩 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强 但是我认为 他最近跑出来的成绩 他那些第四 跑近的第四 其实是挺厉害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一只二进 上将是如何跑滑 上将是用赫明年来对骑 排着个十二档 劣当的就是二进 二进 上场就是排劣当十二档 就是这里的一只 大家看得确实 白衣 白帽 蓝色咒 淺蓝咒 这一批马 就是二进 看他今场马是如何发挥 那么 头段时间 这一只二进 其实就是说 尽快在那些外跌位置 走回滑 来跑的 因为骑士 都不希望这一只二进 就是太蝕 你排着十二档 其实很难处理的 所以 他快点 头那几步 就立刻 抢回蓝 先 抢蓝 在那些 尾四座的位置 这样跑都没什么问题 基本上 我觉得 今场马 赫铭连 跑起来 都完全没问题 不过 大家留意 其实今场马 也是一场 极之慢 步速的赛事 如果你有留意 今场马 的步速时间 的话 你会看到 今场马 的步速 真是慢 真是很慢 头850米 是说 在做 53秒20 这些时间表 标准时间 都慢很多 是极慢 步速的赛事 一场 这么慢 步速的赛事 其实就是 不理那些 后想马 来冲来追 而你看看 这只二进 金场马 的表演 其实金场马 这只二进 都留得很厚 很被动的位置 都是一些 尾四 这样来跑 吃着慢 步速 但居然 最后 它是说 能够涌回来 后想追回来 跑近的 现在它很被动 比前面的站马 都带掉了多少 前面的站马 很好跑 它这些被动的位置 的马 肯定不来追 但是居然 你看这只二进 在这么厚位置 刺到回来 还要想 什么是塞车的 如果你看过 直镜就知道了 这只二进 其实在 这条欄里面 是塞车的 找不到位置 骑士要不断移 向这边 这样移过去 慢慢移出去 来到这个位置 再看空 冲一段 所以这只二进 是搞了很多事情 搞这么多事情 都能够在这么被动的位置 冲回来 跑到第四 跑近的马群 书头马 二马 三马 不是那么远 跑到第四 所以我认为 这只二进 最近的表现 是挺出色的 我认为 这只马 我认为 跑马地 草的1650米 三马赛事 挺厉害的 我觉得他真的不差 虽然说 跑第四 但是他这些表现 是出色到云 接近的这一场马 潘顿居然 就说 再捉住 这只二进 来跑 我觉得这只马 真的要留意 真的要买 不要说 他最近这么懒 就 以为他没有机会 我觉得 因为今次 放到潘顿 的话 我觉得就有机会 放得潘顿上去 他就想和这只马 保重 因为 其实今季 潘顿都骑过 这只马 骑过他不少次 抓住 不放手 在那些 74 75 那些评分 潘顿都抓住 这只马 不放手 都证明得到 这只马 是这些评分 是有机会的 潘顿才抓住 他不放手 因为 大家想想 潘顿其实 这位骑士 大把马 选择的 他一直都有很多 选择 使鬼捉住一只马 不断放吗 他捉住一只马 不断放 就是有原因 有他的原因 就是说 他认为 那只马 才会这样做 而 未来这一场马 他骑回 我真的要买 因为这次 这一批 二进 赛前的操练 都是说 比较特别 这一场马 他放了潘顿 上去 不只 他说 赛前操练 特意想 重化操练 一轮 试买科杂 才说 再出来跟你跑 今次是说 做足操练 做足所有 准备功夫 才出来跟你跑 这一场 跑马地 草地 三班 1650米的赛事 看得到 蔡若翰 今次这么认真 对待这一匹马 我觉得 其实 都可以 留意他 潘顿又很骑 你这匹马 是吧 这一场马 潘顿也是说 选择马 来对骑 那 潘顿其实 同场上 有其他选择 你看看 好像这一匹 最近跑得好 死好的 跑第二 第一的十号 包装全城 最近他就是骑开 你看看他跑出来 跑得好的成绩 全部潘顿骑 赢马 潘顿赢 最近跑第二 又是潘顿跑出来 这一场潘顿 其实大可以选择这些马 因为这匹马 附着119磅 119磅 这些负磅 其实潘顿要做 他是做到的 潘顿试过 118磅 和你跑其他马 所以要做的话 他肯定是做到这些负磅 他要硬做的话 但是他都没有选择到 最近这么好状态 跑得这么好的 这只包装全城 来去骑 反而就是选择了这只二进 所以我觉得这只二进 绝对在未来这一场 有机会是保重的 因为这些路程场地 班次 根本就是他擅长的路程 班次和场地 这只二进 跑这些场地很棒的 跑跑马他最擅长的 因为之前他赢马 连续两次赢马的时候 都是赢这些路程班次和场地 跑马他1650 三班 所以这只二进 适合跑的 未来还要是排着一档 漂亮档来跑 我相信是挺好发挥的 这一匹马 所以未来的这一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到马匹 都想选择这五号的二进 来去买 看看这次 再次放潘顿上去 潘顿其实这一匹马 能不能够在未来的这一场马上 帮这一只马在今季 打开胜利之末 好了 说完这一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择到的马匹 之后 就来说给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就想选分这七号的狗狗围攻 来试一试的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择这只狗狗围攻 来去买呢 原因很简单的 那就是因为这只狗狗围攻 最近的表现真的太出色了 大家看看这只狗狗围攻 在今季的成绩 其实这只狗狗围攻 在今季跑了很多场的赛事 而他在这这么多场的赛事 是说不断都能够跑得好 跑了十场 已经是说有三面的了 两个第二 两个第三 两个第四 即是说这匹马跑了十场 是有九场能够跑到入头四名的 是一只赛绩非常稳定的马来的 经常胜入到架的 这只马都很中心准成的 那大卫希斯这个马房 其实都没有什么 哪只马是说不断持续 是说有表现的了 是吧 那这些狗狗围攻 就是举马房的 持续不断有表现的马匹 最近也是说不断 用田太安来跑 跑那些菊草1650米3 是三弹赛事 是吧 而他骑出来的成绩 是说一分两个第三 一分两个第三 意味着什么 一分两个第三 就是说田太安 是一分两个第三 还没有脱过披的马 那接下来这一场马 再来用他骑回 是吧 跑那些跑马 那些三番草1650米赛事 那怎么能够不买啊 是吧 因为他成绩真的太好了 而你又看回他的对手 其实这只狗狗围攻 一路对着那些对手 都是强祖来的 上场排着个劣档 是吧 后上杀上来跑的第三 他说对着强祖跑的 对着什么 跟斗云中城区 信心支选 银锤仔 这些马 这站马不会是差的 是吧 那都是一些在三班 几个威胁的马 那之后赢马的这一场 他又是说赢了一些实力马 那这只狗狗围攻 赢天天得乐 有说有少议进 赤马洪峰这些马 这些马都不差的了 那还有整堆马 来着都会再出 再跟他跑 那好像那些二进 天人合一 甚至是那只美丽满满 就是吧 上场这只狗狗围攻 都跑赢过了他们的了 来着又再出 再跟他们跑 那所以我觉得 以马论马的话 其实这只狗狗围攻 在来着这一场 都要是说 增高他一点点 是吧 因为始终人家狗狗围攻 最近 真的不断持续有表现 上场劣当都跑得好 劣当都在后上 可以上来的 是吧 这只马基本上 你看到他 最近那三场 跑法不断变的了 六七位 跑又得 跑近的 一二位 跑又得 又能够赢马 之后 流后 流后又难到他 你真是吹他不将 九位十位 那么厚的位置 最后还能够 跑到第三 又是跑得好 那么基本上 跑法都可以的 基本上这只马 跑法弹性到这样 那么 来着这一场 被他排着狗围 都应该 不难发挥啊 是吧 因为这只马真的 挺好跑的 那么 什么跑法都可以 配上田地匡 那么我觉得这只马 是说 要继续来试一试 的了 因为这只马 真的持续有表现 好开 随时就继续好 这些马 那么 大家留意 这只马 其实他那个 赢马 是说 梅花间竹 这样来赢的 是吧 那么赢了一场 之后跑第三 赢了一场 之后跑第三 来着的这一场 会不会是说 又再次赢了 是吧 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只马 梅花间竹 这样赢的 所以今场马 我们第二只会选的 马匹呢 都想选择这只7号 狗狗围攻 来试一试吧 看看今次 继续配合赢马匹 都想上去吧 能不能够 就是说 持续有表现 那么 来着这一场都继续赢得到 好了 那说完今场马 我们会买到哪两匹马 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的 投注策略了 那么今次 我们会买到的彩池 就是连赢和位置 这个彩池 那么用回这个彩池 去买回我们刚刚才提及到的 那两匹马 就可以了 对了 那么今次就是这样买 那么如果大家同位同路的话 那都不妨试一试 这两匹马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那么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的 我祝大家 赢多一点了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那么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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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